为激发学生艺术创意及提升美感鉴赏能力 建国科大艺术中心特别策划举办 牵沿竞秀台湾当代交彩画连展 会中建国科大副校长 为推广学校对艺术人文的重视 特别演奏萨克斯风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 这个教材画展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我们当代这个教材画的这些艺术大师总共有11位来参展 那其中还包括我们东海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詹院长也一起来展出非常荣幸 那这一次的教材画跟其他的画展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他所采用的画材是金属或者物质 完全是自然的一种画材的材料来做这个颜料 那对我们环保意识抬头的今天呢 就有特别的教育的意义 那另外我们这个艺术中心展出这个作品呢 除了陶冶我们以工科为主的学生 能够让他做全人化的这个教育 做一个均衡的教育之外呢 也提供我们彰化地区的乡亲一起来欣赏 台湾教材画从日剧时代发展至今 仍有许多人对此名词略感陌生 有鉴于教材画对台湾本土艺术的重要珍贵性 与希望增幅学校师生及大众对教材艺术认知的深度 建国科技大学美术文物馆艺术中心 特别规划千言禁秀台湾教材画展 邀请十一位独具个人风格的教材艺术家 展出近期创作 这次这个建国科技大学 邀请了国内十一位著名的教材画家 来到这个美术文物馆来举办这个教材画的连展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那因为这十一位教材画家 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一个教育背景跟不同的一个技法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摩示范的效果 因为教材画这样的一个媒材 事实上在国内 最近十几年是逐渐流行起来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这样的一个媒材 社会上有更多的观众想了解这样的艺术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一个展览 刚好呈现出一种蛮多元的这种风格 让各位了解什么是教材画 教材画它可以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展触是 在美术教育的一个推广上是应该很有具有一个时代的意义吧 建国科技大学美术文物馆艺术中心 希望借邀请优秀艺术家于学校举办各展 以营造艺术学习环境 并了解自我文化精神意涵 提升学生创意动机与学习兴趣 期望借由此次展览 让爱好艺术的观众们 有新的感受新的想法 落实教学卓越学历发展计划 增强学生创意动机目标 以充实学校艺术设计发展的教学欣赏环境